今天我們來到康城站 因為我們胡說樓市收到一名買入C to Sky谷有反映 就說單位的主人套餌由日本一刻到現在 都是沒有煤氣用的 直接影響它的生活 對於怎樣去維修 和發展商都是爭辭不下 業主在今年2月將單位放租 如果這樣算 就是等於超過半年的時間 主人套餌都是沒有煤氣用的 究竟可以怎樣生活呢 我都決定入屋了解一下 其實我的訴求很簡單 就是希望你給回一間和其他業主 即是樓上樓下同一單位的業主的一個單位給我 而這個單位就是有煤氣用 在2021年初 John買入了C to Sky一層面積1057呎大的單位 同年年底收樓之後 在2022年1月成功找到租客簽訂了租約 並在同年的2月起租 單位是四房一套連工人房及工人廁 全屋有四個洗手間 除了工人廁之外 入門口旁邊有客廁 酒廊旁邊有一間客廁 酒廊的末端就是主人房的套廁 但租客後來就反映了 原來自入火以來 主人套廁一直都沒有煤氣供應 原來自從2月1日開始 一直在主人房都沒有煤氣供應 連煤氣喉主人房的爐都沒有駁 後來就問發展商為何會這樣 他就說應該是在廚房的煤氣供應 直至經過大廳 直至去到主人房的煤氣喉 其中一個部分可能是廢失了 或者可能沒有裝好的煤氣管 所以就沒有煤氣到主人房 回到John買入單位的平面圖 主人套廁和廚房都設有煤氣熱水爐 客廁沒有安裝 相信氣體就由廚房供應過去 不過平面圖未能反映喉管的走向 很難判斷為何主人套廁會沒有煤氣接駁 據John從發展商的職員口中得知 主人房煤氣喉管是藏在地下 會經由廚房煤氣爐提供煤氣給主人套廁使用 為了部分地下的喉管閉塞了 雙方經過大半年初傷之後 發展商回覆John說 不能重鋪地下煤氣管 只能用其他方式去維修 他提出說在地下鋪不到煤氣管 我說為何鋪不到 因為很多技術性的原因 我都不太清楚為何 他提出了一個方法 經過大廈的外場重新鋪到喉管 由廚房鋪到主人房 但是就是經外場 不是一般其他樓宇的 在室內的地下鋪設 大概他有告訴我怎樣鋪 因為具體一些太美術的東西 我都不懂 只是由廚房通過大廈外場 就會藏在大廈外場裡面 即是他會建了大廈外場 某部分的磚或者泥 鋪鋪了一條管在下面 然後就鋪回那個外場 畢竟發展商提出的選項 涉及大廈外場公家地方 John就擔心 如果日後發生事故 自己是否有能力去承擔呢 外場剝落又怎麼辦呢 內床的喉管如果爆裂了 是否由他去負責維修呢 到時管理公司或法團 是否願意配合呢 所以John都曾經向消委會查詢 消委會都回覆他說有風險 建議John不要踏穩 是經由外場接駁的安排 John也向發展商提出要求 如果採用外場人走向的選項 發展商需要講清楚雙方的權責 發展商曾經透過幾封信 回覆John 在2022年5月18日 發展商曾經給了一封信 但John就要求John 騰出時間給承建商 跟進煤氣喉管接駁工程事宜 信件中說未得到John的回覆 要求他儘快答覆確實施工日期 以便安排承建商作出適當的跟進 避免不必要的延誤 在2022年9月21日 又發出一封信給John 發展商說承建商已經準備就緒 工程亦可隨時展開 有關工程完成後 煤氣公司會為相關煤氣喉管 提供五年保養期 不過John認為 雖然發展商可以確保工程 妥善完成 以及符合嚴格的安全標準 但治療行家就是保證了工程安全 其他方面的安全又如何呢 奇奧信件雖然說是包裹五年保養 但也只是限於喉管 愛祥權責問題隻字不提 但經過了大半年和長江的所謂的挫傷 亦都爭吵了很多次 開始我就知道原來 其實是發展商 希望用一個最低的成本 去解決了這個問題就算了 而又不是承擔任何的責任或者保養 所以我經過了這件事之後 我發現原來買一個單位回來 會遇到這麼多這樣的問題 而發展商又真的可以這麼不負責任 要買一個新的 如果這麼貴的 但來得出來 原來得到一個問題 是連煤氣都用不到 基本連煤氣都用不到 都不知道怎樣做 一個單位沒有煤氣用 而業主又已經將單位放租了 衍生的問題是包括租客向業主索償的權利 也包括業主和發展商之間權責的爭拗 究竟目前的條例對消費者有什麼保障 請繼續留意胡說樓市 和Yahoo財經平台合作的樓市節目 我們下集會談談相關觀點 請你... 請微信會 歡迎 李宗主 請 按摩 歡迎 請